佑萱 今天的分數是 謝謝 謝謝 佑萱 是 恭喜你 衛冕 而且衛冕得非常的漂亮 9300分 謝謝小恩姐 希望今天 300個觀眾 能把你救回來 加油 謝謝 每個星期五 在台式金牌麥克風 各個學校的海選賽區 我們看到很多選手 也看到很多推薦人 接下來這位徐憶君呢 是一個特殊的案例 他是因為推薦的時候 表演得太好 結果我們評審 希望他追加演唱 然後決定破格 讓他晉級 我們來認識一下 徐憶君 我是徐憶君 大家對我最常誤解 就是 宅男 但仔細研究這個詞 拉卡不修蝙蝠 整天待在上 所不出戶 都不是我的風格 宅的本題是 熱衷某些事物 並且有良好的賤賞能力 所以硬要說的話 我可以是設計宅 動漫宅 但是 其實我最想要成為的是 歌 唱出來 我對於唱歌的喜愛程度 絕不演於他人 但是由於天性搞笑 使得大家都覺得 我應該當個諧星 我們是歌手 也因為這樣 每當有表演的機會 有獲得比賽的時候 大家都不好當個笑話看 所以到最後 被我自己都放棄 當個歌手了 我沒有過推薦人唱到 可以晉級的耶 在我心目中你過關了 耶 終於有人看到 我們歌唱失業了 面對這次比賽 我很認真 努力練習希望能做到最好 我要代表台上 當個實力堅強的 響音歌手 沒有錯啦 各位評審老師 還有各位 評審機器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就是來自 華泛大學工業設計系的 徐憶君 沒有錯 唱歌我非常喜歡 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可以帶給我快樂 可以帶給我愉悅 在我傷心的時候 他陪著我 在我開心的時候 他也陪著我 所以今天我決定 把之後 你平常講話都是這樣嗎 其實是有一點精煉的啦 只是 對 你在賣藥嗎 沒有 他就是一個怪怪小孩 但是我想知道 你那天推薦的人 他過關沒有 過關了 他是個實力高強的女武俠 好 那你呢 我只是個賣藥的 來 機會命運 請選擇 機會、命運 請選擇 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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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我的天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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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選秀節目 亞軍殊榮的楊蒨時 擁有台灣手劍的 靈魂樂創槍 對音樂完美的駕馭能力 初次登場 就以九千兩百分強勢衛冕 好,機會是誰 看看 一、二、三 我看了,只有一個 都是這樣 我是最後一個 蒨時 好,蒨時 請到台上來 你好 認識請等一下 好 請稍待一會兒 來 這個 易君 易君 你要幹嘛 是 我現在要演唱的是 蛋炒飯 這首歌是源自於我小時候的記憶 在我那時候身體正在成長的時候 爺爺奶奶總是在我正餐前的飢餓時間 端給我一盤蛋炒飯 所以我決定用這首歌 來回憶給他 誰的歌啊 蛋炒飯 哈琳啊 你兒子 你兒子的歌啊 不好意思 只有哈琳會唱蛋炒飯 而且選哈琳的歌 是不容易的 對 對不對 是 你 你 你從來沒有定下來一秒鐘耶 我 我好興奮啊 你唱歌吧 快唱 趕快唱 對 虛擾一算 曾馬上樓裡呆的三年份 每天跳水拚柴 可沒偷懶 比拐子掃地洗碗 我可欺快 师父说 我试快料 谁说我 而中国才的精髓所在 日苦练 夜苦练 基本功 不曾间断 到现在 我刀法精湛 那两又非快 会端满一大盘 那到现在 我手就实在 铁锅甩 时间小时只在锅里翻 师父说 怎么出师 要过他那关 他叫我炒一盘 拿 蛋炒饭 搞什么呀 小费 拿拿拿拿拿 小费 拿拿拿要 你少啰嗦 师父教你做 你做做呗 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弯要瓶力分开 还要我身车代 黑蛋炒饭 最简单也最困难 终五千年 我的衣服就在这一盘 让 漫漫楼梨 高手殒疾 放养中国 相遇生命 岸之萎背 敬以求青 若非暴定 無人可避 黑暖炒飯 這節內自困難 這題目太重 手藝並非斑斑 黑暖炒飯 這節內自困難 中午千年 我的藝術就在這一盤啊 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評審 好 切直 我今天要唱的歌曲是 張惠妹的 《都什麼時候了》 一起開始 這都什麼時候了 怎麼一點都不餓 別人在吃喝玩樂 那我又在等待什麼 電話關了 每一個想接的 你會找我 不會了 不想了 沒任何人要等 也沒有 什麼事 想發生 也無所謂 怕不怕 急不寂寞 該怎麼就怎麼 好想 好想 忘了 捨得 捨不得 假的 假的 真的 我 忘了 忘了 不開心 不開心 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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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 我好怕哈琳就不理我 基本上 她沒有唱啊 從頭到尾就唸的 這首歌唱在哪裡呢 沒有PG問題 但是 你知道嗎 一首歌表現的方式不一樣 我覺得她像這首歌的原唱者 你懂不懂 我覺得她的那種 古靈精怪的特質好像比較適合 她比較放 那我覺得哈琳其實還是 因為她是巨星嘛 你這樣講 我哈琳更恨我 你知道其實 憶君很少人站在這舞台 第一次來 能像你這麼自在 你懂不懂 其實她唱歌有一種自在感 她那個Rap的部分 其實聲音表現還不錯 還不錯 再加上她的動作 她有動作 而且啊 她眼睛掉下來 她還可以這樣 還可以撐回去 撐回去還繼續唱哦 而且我覺得 拿鍋子來加一分 拿鍋子來加一分 好 然後蒨時 我覺得蒨時現在唱歌呢 其實已經 已經叫做 我用兩個字叫做心儒 不管真假音 或者是任何的氣音 講話 口齒 最後的尾音 你都抓得剛剛好 這個太難得了 憶君我真的要鼓勵你 往演藝的幾條路上走 因為你好自在 哦 OK 有的時候太多 對對對 那個尾巴不要翹起來了 好 我們要平分了 來 聽聽三百個觀眾怎麼說 真的是南園北社的風格 好 來 我們來看看觀眾朋友喜歡誰 這位圍巾男 你比較喜歡這個蒨時還是 憶君的表演 我比較喜歡徐憶君的 為什麼 因為我想形容現在我的心情 就像蛋草蒜上的米粒一樣 想跳舞 嗚嗚嗚 誰知道 嗚嗚 來 第二位 第二位 我比較喜歡養蒨時的 是 我比較像隔壁的瘋子一樣 這樣 你說憶君是瘋子 不是 我是說他 哦 對 對 對 我覺得 我選 就是蒨時是 實力派歌手 嗯 我覺得聽蒨時唱歌 我的靈魂就像被他抽離一樣 對 你剛剛的手勢 也沒有遜色到哪裡去啊 你兩個結束會突出得好 謝謝 好 來 第三位 毛毛哥 可是我比較喜歡的是 憶君 為什麼 因為他的Rap唱得 就是唱得非常好 然後利益分明 謝謝 然後我覺得說 他的炒飯讓我覺得 很想 等他開餐館 我想跟他一起炒飯 就是 真的 我真的 很想到他的 等他開餐館 因為他的炒飯就太好聽了 讓我一直 很想跟他炒飯 你願意嗎 唉 我以為小燕姐不懂炒飯有雙關語 沒想到小燕姐也蠻懂的 但是到底能不能得到觀眾 或者是評審的青睞呢 我們也很現實地 要來面對分數了 小燕姐 好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年輕人都很喜歡 憶君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分數